這次還有我們楊朱鑫楊教授 李小萊龍教授 還有我們的盧教授 還有各位與會的來賓師長們 大家早安 應該是快晚安 很開心回到母校看到那麼不一樣的改變 其實也要非常謝謝教育部的支持 其實十個中心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海氣第一個區域中心的誕生 那時候海氣面臨的壓力是時間非常的緊迫 因為希望做第一所能夠開幕的中心 去宣示這樣的新興科技在台灣 其實是引領著大家在往前走 希望能夠培養很好的人才 那十所的最後一所熊女 在今年年底 所以我們在108年其實在教育部的領導之下 應該是說做了非常多非常突破性的事情 十個中心第十個在今年年底 108年也在高雄 所以其實非常感謝教育部 在108那麼卓越的一個績效上 第一開始跟結束都在高雄 熊羽這裡做AI 其實我要非常 應該說非常祝福我們的小學妹們 其實你們非常的幸福 因為大家其實在看到整個世界潮流趨勢的改變的時候 都希望能夠為我們的同學們帶來最好最好的資源 但是剛剛其實慈展有特別的提醒 現在其實是一個自我學習的一個時代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熊羽山球老師 他因為他工作上的需求 所以他逐漸去突破他自己過去的一些學習的限制 去新增了很多新的東西來帶給我們的同學 同學們的發展更是無限 我相信今天看到我們的兄女的學生 雲文雲舞能動進階 你就會知道當時我們的校訓中型賢儲 訓練下來是真的很不一樣 真的嗎 我有記住校訓 其實應該是說 AI這一個部分的領域 確實對於教育界非常的陌生 大概在這幾年開始大家才蓬勃發展 在討論到底它能夠對教育 有什麼樣的運用跟影響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 其實AI人工智慧它的發展在產業界 大概在1950年就開始了 也做了好幾波的變化 那到目前做這樣子深度學習 用配神經讓網絡的這種發展的方式 其實應該是我們覺得它對人類的影響 已經不再是持有在這些工業類科產業的這個發展 所以我們也看到 而這些人工智慧過去在改變所謂的工業4.0 到目前其實在醫療科技上的運用 其實真的是無可限量 所以其實我也非常開心 兄女選擇的是跟醫療這個議題 去做一個很好的連結 因為它真正能夠影響以及服務到的人群是最多最廣的 所以剛剛其實這次也特別的提示我們 這些科技的發展跟進步以及人才的培育 其實應該要回到我們怎麼樣服務 我們的人類的這個福祉的這個中心 那其實非常的感謝兄女的團隊跟夥伴 因為當時大家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其實也都在傷腦筋 到底AI這個部分要怎麼能夠讓它做一個很好的呈現 甚至是能夠往下扎根 那高雄是其實在過去因為有很多 不管是從行動學習資訊科技的基礎 還有我們在創客 以及就是生活科技的這個部分的推統的連結 其實應該是說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希望能夠再追求更多更好的資源 能夠輸入來做一個跳躍性的發展 所以剛剛其實大家有看到那一隻開比的機器人 開比的機器人 今年因為運用前瞻計畫去買了大概有1000多台 主要是往下扎根做程式設計的課程教育 當然也跟AI希望能夠做一個連結 其實就是希望這些信心科技 讓我們的小朋友就開始可以連結跟接觸 因為他們的世界跟我們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像小朋友他可以透過AI機器人去學習語言 因為在不管是在語音辨識或者是思想辨識上 其實現在的大概一直非常的成熟 那他們也可以拿來做程式語言的學習 那主要是因為這一塊銜接高中時的一些特色課程 他其實需要有一些新的科技的運用跟知識 所以在新課綱的這個部分 我們看到了他其實不只是知識跟技能 更重要的是他面對這一些事情改變的這個態度 所以我想其實不管是從我們看新興科技也好 看新課綱的改變也好 看所有的學校在做課程的發展連結 甚至是我們產業界的投入也好 其實想的都是如何能夠在這個世代更翻轉 然後更往前一步 所以在這裡也代表高雄師 再一次謝謝我們部裡面能夠那麼多的支持 也謝謝我們大專院校 不管是在成大或者是我們的政修 其實都投注了非常多的精力來幫助我們的高中 能夠再翻一輪 那也要謝謝我們的家長們 沒有你們的支持 其實我們的學生要開拓視野 這個部分需要很大很大的努力 所以產官學合作以及研究單位的合作 其實就是現在跨越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那也再一次希望我們這樣子的一個AI中心 能夠充分發揮他的效能 不只是在拔街 不只是高原 他也有機會讓所有的學生都來見識教育 怎麼跟這些AI細心科技做一個很好的聯結 再一次謝謝大家的力量 謝謝